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家常菜 Levunius烂糊肉丝 烂糊肉丝的菜呢 一定要用大白菜 白菜洗净切丝 这个丝尽量切细 然后有肉丝 再配些香菇 就可以开火了 油温温的肉丝馅酱 煎至发白 添加料酒 盖着盖着 几秒钟开盖 香香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盐 给它鲜 然后香菇下 给它煸出一点香气 那香菇多少 肉丝多少 随心走 如果你手边有东准的话 放一些更好 接下来 白菜香 这样用个一两分钟 翻炒到它缩水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给它焖一缓缓 那如果白菜碰久了 没有水 你就要加一点水 不要让它烧糊了 焖个两三分钟 三五分钟都可以 然后我们再给它翻透 是不是现在看上去烂烂的 水水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适量的盐 吃不准常味道 然后几粒糖 这个糖不是要放到让你吃出甜味的量 直接丢丢心里的 最后呢我们勾个薄芡 这个时候火一定要开大 之前你用什么火 我不管 但是当你勾芡的时候 火一定要开大 一边下一边冻 那这个菜呢 如果你签够厚了 就是我们上海人家的春卷馅 像这样薄薄的 就是一道菜 烂烂的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